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觀眾,你們好,我是袁大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渡一些近日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香港出路這個網上電台節目的目的 就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香港面對的問題 那我們不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評一下 政府、某機構或者某人對某事處理都不好 大家發誓一番就算了 那我們希望能夠對問題 深入一點去研究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物 最好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或者建議我們香港每個人 自己可以做些什麼呢? 就令到這個問題能夠真真正正正解決的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當事人 或者你是那位特首 在當時的處境之下,你會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不同的題目 很多時候我們是根據我們最近香港的人關注的 其實這個問題都可以說都不是前一兩個星期 都大概都成一個月之前的了 那麼就香港的報道 就有兩位小朋友 神童 一位九歲的男生 數學很驚人的 結果就被浸會大學收了 然後進去開始讀數學 另外原來有一位十四歲的女孩子 也好像中大 進入了醫學院 做行家 做行家 這些行家家很多 都可以 好了 那當然 在坊間 大家談及 今世的小朋友 入大學 要不應該去呢? 始終覺得大學是那些年紀大些的 學生聚集的地方 今世的小學生去到可能會格格不入 可能不開心 可能做出最後的情感上的問題 情緒上的問題 或者失去真正正同年的生活經驗 所以 到底這件事應該怎麼看呢? 很明顯 我們社會上也開始發現 原來很多知有的兒童 香港的統計都好像有成過千 大家怎麼看呢? 我們在網上 看看如何叫做知有的兒童 或者大家聽聽之後 看看自己家裡有沒有 原來知有的專家看 知有的怎麼看得出來呢? 第一 知有的兒童 往往在身體方面 他們教一般的小孩 是比較健康 和比較小生病的 其實這個都挺合理的 原來你經常病 當然你讀書的能力 集中力一定有 人人不是每個人都廢勞嗎? 哈哈哈哈 有病的人才 沒有東西遭很多 沒有東西遭嗎? 是啊 迪卡爾也是 從小時候已經病了 所以他每天不能出去 人就在看書 这是一个中外专家,但后来也有例外。 在财艺和嗜好方面,知优的小孩通常是多才多艺, 同时亦有多方面的兴趣,他们的创造力通常都很优秀, 并且有较好的感想力。 第三,在学业方面,知优的小孩通常有较高学习的动机、好奇心, 而且在学习一般的项目时,很有毅力并且注意力集中。 此外,他们的抽象思考、推理归纳,甚至语言能力方面都高人一等。 对于学业,自有一套学习的方法,他们很独立,知道自己如何处理。 第四,在生活方面,知优的小孩通常很有自信心, 同时表现出很有精力、很经济和很热心, 并且对生活周遭的事物的因果关系都很感兴趣。 最后第五,有多以上的观察,加上专门的智力测试, 他们可以更加判断到这个小孩,是不是一个知优的小孩。 大家在网上的听众,有没有认识一下, 或者你家里的小孩,或者有没有认识其他人都是属于这类的? 我觉得说了没说而已。 是的,我觉得是所有好的东西就全部都放进去。 简单来说,聪明那些。 聪明那些,我们要说聪明,聪明那些, 就是一自然的,分析力强一点,记性好一点, 时间精力又足够,不精力不够,他不会聪明。 所以其实很自然是,你只是比较聪明的小孩。 是的。 因为定义太稳定了。 最终有个专门的测试,智力测试。 就是很多这些服务,很多临床心理学家, 有一套这样的测试。 原来有些是香港版的, 香港之忧是天才行为特征的文卷, 教师的版本,也是家长的版本。 也有些是香港伟视儿童智力量表, 也有些外国类民标准渐进式的规则。 我总知道是一大堆。 很明显,史丹福也有, Meryl Palmer也有, 有pre-school, 三岁到五岁以下, 刚才所说是五岁到十五岁的, 但是更小的那些都有, 英语也有, Baley Scale of Infant Development. 真小的。 市面上很多这方面的服务, 大家可以需要时可以光顾一下。 听到市面上有很多之忧儿童。 是吗? 有没有法国家里有个小孩, 一早在陪读师呢? 有的, 我个儿子是这样说的, 你怎样可以当他知忧, 可能他聪明一点。 一般我们用一般的常理想, 之前我们还没看过这份资料, 其实看了之后, 正如你说的, 什么好东西都在身上, 情绪方面, 身体方面, 又健康, 有健康, 我始终说这些小孩, 是否真的多还是少, 还是全香港都是一千个? 但我发觉, 当初你讲五点, 有一件事是漏了的, 就是跟其他小孩, 跟其他大人的交際沟通。 应该差一点, 我估计而已。 他这里说的不是, 更好, 是的, 他很独立, 他不用你管, 他自己懂得自己做, 自己懂得学习, 但同仁的关系不好。 但资优儿童, 在美国来说, 有一个很特定的特质, 就是不是特立独行。 很多资优儿童, 即IQ高的小孩, 很喜欢跟大人玩的, 即是很喜欢表现自己, 即是很喜欢表现自己, 即是好像是一个, 雖然他看到他很小, 他可以做一个领袖的, 即是譬如, 一班人去到餐厅吃饭, 他可以做检赛的那个, 他可以做检赛的那个, 检赛的那种, 检赛的那种, 是的, 那我们刚才的定义, 看来全部都是完美的小孩, 我相信每个家都希望自己的小孩是这样, 但是, 原来, 资优这个定义, 有时候是比较广泛的, 他说, 不少资优儿童有些情绪, 或者学习的障碍的问题, 其实这些往往是被误认为够麻烦的学生, 他们说, 有一位唐玉芬这位女士, 他说, 在学校里面, 发现很多这些知业的儿童学生里面, 其实患了这些所谓自闭症里面的, 就是阿斯堡加, 即是阿斯堡加的症状, 那自闭症, 即是自闭症一个spectrum, 即是一个很多不同的程度的自闭症, 那比较轻微一点, 他现在的新的名字, 叫做阿斯堡加症, 这些学生虽然智能高, 而且对文字的理解能力较低, 也患有多动症, 即是hyperactive, 其中也有些学生出现了叫做Turrett syndrome, Turrett叫做托雷特斯的综合症, 这些症状通常是会不自制地面部抽缩, 或者发出一些声音, 很多时候很有趣, 他讲粗口的, 即是我们遇过这些病人, 他控制不了, 一直讲粗口, 于之忧? 这个意思就是, 有些知忧的学生, 在这方面, 其实有他的独特的问题, 包括阿斯堡加症, 和Turrett syndrome, 所谓一般的家长和教师, 就不太认识这些特征, 以为他们是特别橫皮的, 错过正确的培育他们的机会, 故事香港的逼切需要推广这些知忧的教育, 避免出现更多的问题儿童, 其实这些所谓的问题儿童, 在某个程度上, 其实他背后都是有一个很高的智能, 但虽然他对文字方面的处理, 他可能会有问题儿童, 这个很难锻定, 这类的问题, 我们有一种新的说法, 现在我们的地球上, 是出现很多这些比较特别的, 它叫做Diamond Child, 另外一个字眼形容这类的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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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他说这种是一种Eufemism, 即是用个好字眼, 其实这些心肺症全是Bring Damage的, 因为打针打坏了脑, 所以美其明就说他们, 不如承认他们, 认为这些心肺症造出很多问题, 但按照新的名字, 这种特别的心肺症很多, 所以有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见解, 其实这些根本是一个打心打坏的心肺症, 即是又有很多药, 又要给他们吃了, 是的, 好了, 那我们今天想想想, 就是很多这些心肺症, 譬如这位九岁的, 在数学的神童, 他在家就安排了他, 去证会大学, 也都看到他说, 他上第一堂的时候, 他爸爸陪伴他去的, 然后传媒都要访问他, 他说, 我刚才所上课的数学的知识, 旧次两年前都读识了, 很可能这个嬸仔, 大学都不够了, 很快要读碩士, 博士, 好了, 怎样看? 大家怎样看? 如果大家这方面有什么意见, 希望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我们的二线电话, 就是2134-1134, 即可用ICQ, 就是439-457-249, 我们的电话号码, 是2134-1134, 大家对这方面的, 今天讲的题目, 是有些特别的看法,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讨论, 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九岁十分仔要不要进大学? 九岁去读大学, 好处在哪? 做些毕业? 没有什么好处的, 我想不会有什么好处, 做些毕业, 做些工作, 九岁, 可能是做不到工作的, 十六岁以下, 可能都不能做, 可以做做教的, 我想大学里面可以做, 可以安排到工作, 但问题是, 为什么要这么早, 让他们快快读完的东西? 喂, 就是这位九岁的小朋友, 记者问他有没有朋友, 他还有一些小学, 幼稚园那时识识的, 他九岁而已, 接着他去了英国, 跳班, 其实他没有什么朋友, 他那些朋友是幼稚园识识的, 他去过英国吗? 他在英国考识的什么程度? 他考识而已, 他不是在那边读吗? 应该是, 他读了一段时间的, 我以为他父母呢, 其实有人说, 想赞奏他去外国读大学, 但也知道, 九岁十五岁, 其实要家人看着他, 可能他爸爸或者妈妈, 根本不能分身, 和他去外国读书, 所以结果也是安排在本地大学, 这样。 好了, 即是, 那黄岩然这就是, 没有什么需要, 是吧? 没什么需要, 如果我没有看错, 他就是那些数字, 如果你要满足他那些, 数字的天分, 不要让他觉得, 在这里给他, 他就可以了, 但其他生活, normal life, physical, 他还是一个小孩, 情绪我肯定他就是小孩, 你看他经常在那边玩, 看他访问的时候, 他都很有童真的, 其实要放在小孩堆里面, 他才会快乐, 我说是吧? 学习是一回事, 做人不是只学习的, 是的, 但我觉得, 一个人, 即是由小孩到大, 他有一个过程, 即是因为你的IQ高了, 而是跳过程, 其实中间是有损失的, 是的, 损失得很多, 我说实例给你听, 譬如, 有一个, 很香港有很多小朋友, 他很小时已经发现他有运动的潜能, 那我说他什么, 那些少年功, 一早就已经送他去运动的学校, 甚至十月出去外国做训练, 他读完书, 就是玩东西运动, 然后睡觉, 然后第一天读完书, 每天周而博士都是这样的, 学习很多这些, 那他中间, 其实他损失了很多东西, 后来他就知道, 譬如损失了朋友, 损失了发梦的时候, 损失了很多, 他觉得, 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即是他不知道, 根本他都不知道这个世界, 他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读书, 运动, 然后第二天又读书, 又运动, 这样的, 即是在香港这个情况, 即是我们看到这些报道, 即是说, 这些知幼的那些小朋友, 他发现, 他现在读的学校, 就是满足不了他们, 他们觉得很闷, 其中有些, 就经常频频走学, 他说, 那些东西都关掉了, 没什么兴趣再进去学校, 那你怎么安排他呢? 除非你爸爸, 你自己是一个很出名的数学家, 我想一个普通的PhD, 可能很快他都已经赢过你了, 可能不会满足他很久了, 那你怎样呢? 他又满了, 或者他可能不想上学了, 学校都没什么学的, 闷到抽筋, 那你安排给他的, 你不可以说, 不要紧了, 你慢慢地了, 到大过去, 继续学下去, 即是我们的社会, 我们对于我们的智慧, 智能, 我们那个很上识, 也很重视的, 所以我们通常都遇到这个情况之后, 都是觉得说, 要资陪他, 就是整天都这么说, 有个能力资陪他, 发挥他的潜能, 那我感觉上, 现在他这个情况, 很明显, 他现在读学校, 满足他不了, 他家庭也不能说, 我请了一个大学教授, 来到家里, 帮你补扎, 我想他两个都, 我想请不到, 香港大学教授, 全世界人工最高的, 我想你都是, 发挥不到的, 那你怎样呢? 其实呢, 是有一个方法的, 即是他继续可以, 其实他有两个生活的, 一个呢, 就是作为普通小朋友的生活, 一个是作为之忧儿童的生活, 一个是作为之忧儿童的生活, 即是他可以继续享受, 他正常人应该有生活, 但他, 譬如他天才在数学, 或者在音乐上面, 他可以继续去发展他的潜能, 这个世界不会阻止你的, 例如, 如果他是一个禁之忧儿童, 他在数学上禁之忧儿童, 可以, 譬如在大学读, 数学的课程, 我相信大学一定不会阻止你的, 有半日去大学? 是呀, 甚至香港大学的数学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去试堂, 试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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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去其他地方, 应该是, 就是会是帮到你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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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里都有这个选择的, 他可以去的, 有人现在肯出钱的, 那, 那, 他可以去的, 他爸爸妈咪不能去的, 他不知家里有其他小朋友, 那, 他爸爸要工作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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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聪明的小孩,多威,多光明, 就尽量谷一下他, 有些人会怕这些可能会出现, 但是在现在, 我们媒介所看到的, 和他访问, 又不是觉得, 这个身份上大学是很被逼的, 其实有时候真的逼不到, 在我的工作里面, 我经常遇到一些小朋友, 不肯上学的, 怎样好呢? 我记得很久, 两三年前, 有个小朋友, 原来有时候, 他妈妈忘了照顾他, 迟了两个小时, 他受了经后, 就不肯上学, 什么医生都看过, 心理学生都看过, 结果就来到我手上了, 当时我看到, 这个情绪的恐惧, 是因为被人抛弃过的恐惧, 幸好在同类疗法, 我们有这种方法, 被同类疗疾, 很快就回学了, 即是说, 我看到, 这些身份不肯上学, 当然, 在一个幼稚园, 或者低年班, 家里通常都不会说, 你不想上学, 不要上学, 他都是纯粹想办法的, 看他为什么原因, 多些鼓励他, 我觉得作为在香港, 现在的父母, 我想都很体率的小朋友, 我们刚刚所顾虑的那些, 我觉得起码在现在, 我们看到那位九岁的小朋友的身上, 都看不到的, 我相信所有的家长, 都很因以自己的身份的成就为荣, 都尽量都是为那些小朋友设想的, 所以, 怎样都好, 我觉得, 当然他去了, 我们在表面上又不看到什么的问题, 暂时我们看不到这个问题, 当然我听过, 以前也听过一些例子, 你刚才说, 有个, 好像说有一家学校, 有一个知有的小朋友, 结果他就是很不开心, 其实很多的, 挺多的, 我们都看到, 在大学里面的环境, 身份儿子的年龄差距都这么大, 就是玩不完, 我经常都想着, 学校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社交圈子, 身份儿子玩不完, 但刚才你都提及, 似乎香港这这么密集的社会, 你去大学, 可能几个站, 因为十分钟就去到, 上那几个堂, 大学的堂不是说, 由早上到处, 晚上三点钟, 很少的, 东上几堂, 西上几堂, 可以这么说, 你不觉得他那个社交生活, 是会断绝了的, 他不是住在大学宿舍, 不是在大学吃饭堂吃饭, 他都回家, 上学堂回家, 我觉得在这方面, 对他那个所谓, 他那个生活的困的改变, 其实都不是那么大的, 有妈妈在, 回家还有弟弟, 可能有婆婆, 有些兄弟姊妹, 亲戚,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玩, 我觉得在这地方, 中国的环境, 没有同学, 所有人都有, 家里人, 是的, 你去大学, 他又不会去小学, 是的, 是的, 我经常说, 这些人, 你能补偿他, 没有了一个正常童年的生活, 你怎会回他呢? 这个大学, 没有了兄弟会, 就够惨了, 哈哈哈, 没有了兄弟会, 带你去喝酒, 就够惨了, 哈哈哈, 又不能带他去, 哈哈哈, 基本上, 他是过不了大学生的生活的, 基本上, 不可能的, 大学生生活, 不是只会上課的, 是啊, 他买的那些, 就没有了, 是啊, 哈哈, 但起码他有家里生活, 一定, 是吧, 爸爸妹妹, 放班才会照顾你, 家里不是这样, 都是很密切地看着他, 所以, 有一种看法, 我有时候这样想起, 其实, 我们常常, 假设, 我们去学校, 其中一个学校有一个很重要的, 功能, 就是, 就是, 学社交, 和童年, 甚至学社交, 那, 其实, 我觉得, 学校, 比一个社交的环境, 其实, 不是本意来的, 就是, 学校, 学校不要说设计, 我们看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比你学习社交, 大家一起生活, 其实, 这个不是本意来的, 学校很明显, 然后, 你这里是, 做一个学术的训练, 是吧, 其他这些, 只有我说的, 没有人做的, 是吧, 其实, 身身正正, 都是一个学术的训练的, 只不过, 因为要方便, 因为要合乎经济, 那么, 大家一起来咯, 那, 于是, 很多的, 二、三十个学生, 走在一起, 于是, 就是, 母医地, 都要社交咯, 所以, 我觉得, 我们不用太过紧张,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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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学校, 你有没有这个, 同然, 十分仔的社交经验呢, 其实, 学校从来都不是这样设计的, 其实, 学校的设计, 本身都是一个学术的训练的, 所谓的工厂, 是吧, 所以, 你的社交有没有出现呢, 是一个incidental, 或者collateral, 即是, 出现了就出现了, 不出现就没有出现了, 那, 你, 我们读那么多书, 有哪个呢, 我和我们以前, 小时候的同学, 还有一些来往的,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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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那么多的学校,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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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在飞机场, �da机会见到,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吗? 认得动的很好啊, 整天, faire ca 거기rop week f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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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back. 常来的如果是, 都是角製的机场, 的转运站位都会见到, 是的 这些 sólo很容易见到, 老 adversary, 你说的是呃, 我不算是这样的。 你如果不是每个学生训练的, 就是教育的理论也就不是, 理论上不是啦, 但是是機单人的嘛, 如果是,保证学校就是最好的学校,得着体裙,每个人都说的。 你实际上你知道小学生有些东西安排给他,有些做戏,玩这些,中学也会有些团体,有些兴趣组,这些都是part of education,大学更加,香港几间大学,我教过,那些人真的不同。 几年之后是不同的,我觉得最好是中大,因为他有书院制,然后有不同的东西,活动特别多,学生自己的组织,理工是最差的,因为他最实际的,在职已经训练,还是在外面找工作,整个是vocational school,你说他最实际,他是最实际的,其实大学就不是这样,所以经常说,如果你只是看他的工具那边, 就是一变,你怎样令人变得最好,当然是最有人掌握,但是环境自然会有个性格走出来的,如果你不在那个环境,你是没有个性格的,即是你不会有中大人的那种 culture,你不会有牛津的人的那种 culture,是在一个环境里面引用出来的, 如果你一个小孩放在一个牛津的人,就没有用,他学不到牛津的人,可能学到,但是他学不到那种东西,同样,他没有了少年青年时期,那些生活, 我想他要他自己比较大,可能他自己会后悔,即是你其实代替不了他的,即是每个人的生活是独特的,即是他的感觉都是独特的,但如果你说一个平常的人的生活,他记得平常呢,就是个个都有,如果你没有了,其实就是一些miss了的东西,即是有些东西, 你比如说,他瘋了,是十几岁而已,我们瘋了什么鬼,我现在打球都不太行,即是足球,足球,羽毛球,大运动都可以,现在都知道不行,游水,跑步,只可以,即是,再不可以跟那些人一起玩,但是大运的时候可以,那如果没有了,那时候就这样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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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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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就是人,有机构服务他们 然后当这些钱没了,那些人只会和他消失 就没了 好了,大家怎么看呢? 我们休息几分钟之后 我们再继续谈谈 我们的电话在我们网上都看到 2134-1134 几分钟之后再继续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传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hing.com.h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今晚大家讨论的问题 就是关于九岁的神童应不应该入大学 当然背后我们涉及到的问题 就是关于知幼儿童的教育 我们曾经都看到 一个十分仔有十分仔的需要 在情绪上的需要,社交上的需要 一个这么小的十分仔在一个大学的环境 其实它是得不到的 就是得不到这方面的发展 但是问题就是这样 这个小朋友在学校里面 起码它那个数学方面的训练 是拿不到的 就是它起码在学业方面的需要 是满足不了的 所以它在香港 就是在它现在的目前的环境 它不可以自己 请大学教授来教它 当然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安排它去早点入大学 它也看到 它入大学就不是代表它 没有了家里方面的活动 它只是上课 可能一天就上课两三个小时而已 那会不会上课作、美术、课计、课计、课计 其实香港,这个你不用担心 香港所有学校 大部分的小朋友 是在学校后就上了这些 我相信 这位小朋友可能都要弹一下琴 去打一下卡拉提 这些之类之类的 翻拳收腿 学校都会的 这个不排除 香港很多学校 大部分在学校还学校 学校想上课议 最终是补证 补证 大部分香港小朋友都是这样的 我相信它更加多时间 大学上几堂比在中学 在小学里面的时间更短 相信它更多时间在这方面 其实呢 在一百多年前 德国就有一位牧师 他很有趣 他是很大年纪 才生到有个小朋友 这位牧师是他的儿子 叫做卡尔维达的教育 这本书出现了 这本书原来是八多年十九世纪 在德国出版的 很有趣 这本书出现了之后 没有什么人怀疑 最后他唯一一本珍藏本 就是在哈佛大学里面图书馆 是一个德文书来的 竟然就被翻译了做中文的 而没有英文版的 当时我拿了一本中文版的 我一般都经常想着 这本书当然入了英文版 英文版就回去做中文的 最后我发现原来没有英文版的 其实是中文版的 叫卡尔维达的教育 好了 原来这个故事就说 这个牧师 是德国的牧师 他是很大年纪 才生了这个小朋友出来 这个小孩出生了没有多久呢 他给人感觉 他不是一个很精灵很乖 就是绝对不是我们一般 刚才所听到的知业儿童 他是比较少少迟钝一点的 反应又不是那么好 又不是特别健康 好了 这位牧师 于是跟他的朋友 可以说是一种打倒也好 他说我会用我的方法 给我的儿子 一个个别的 度身订造教育 他会有一个很结出的将来 果然 这个小朋友 在他爸爸下 原来他爸爸本身 也是一位博士 我不知他是哪一科的博士 他用他的方法 将这个小朋友 一个有少少低致儿童的 成为一个全德国出名的奇才 他很早就入了大学 好像几岁 我详细 我一本书都看了很久了 他入了大学 然后读哲学 数学 法律 然后很小就成为一个大学教授 结果 你看到他 因为这位卡尔威达 他最后大了之后 他自己都写了一本书 所以你看到他整个成长过程 他是一个很全面发展的宋文仔 当然是他爸爸一手培训出来的 当时他也遇到有些人的关注或者批评 他说这个宋文仔 你这样来到栽培他 他完全没有和一般的同龄的小朋友 来到学校里面学习 他社交方面 他就一定要有一个大的缺陷 当时他的父亲说 其实宋文仔是需要有人玩 但就不一定要和宋文仔玩 其实大人和他玩都可以 我们其实看到我们今时今日 很多的家长没有足够时间和宋文仔玩 我也看到在我自己的工作里面 其实很多时候宋文仔很喜欢和父母玩 那我们就不是说很小的时候也是 到年轻人就不是了 年轻人就走了 一十六岁 在美国十六岁 一立刻开车就拍都不见了 十三四岁开始拍照 二三 二三 一二 是我表哥跟他说的 他说他十六岁的小朋友 一有一架车时就拍都没了 小时候很多年前 他回到香港 大家都聊聊 他很开心 说他和他的儿子去钓鱼 这些开心的事件 最近见到他就愁眉苦恋 儿子和女儿都不见了 好 你看到整个牧师博士 他全是用他的方法 他也看着宋文仔陪他入大学 出心地教 这是一个天才 他本身不是一个知业的宋文仔 但结果都是用他一个树心的教育 将他成为一个天才的儿童 他最后成长都是很好 他不会有什么情绪的问题 最后生完育女 有多少分都很好 这本书 其实在教育界 尤其是被推荣自家教育的人 是很推荣的 我们说 如果我们的父母 愿自己好好地教育自己的宋文仔 他的成绩和成就 通常都比在学校更好 他父母不用饮食 他是一位牧师 牧师的工作可能都是星期日做下事 平日可能不用做 他的生活其实都很减薄 你看看内容 他教他在饮食方面 多方面的 清淡为主 他也有些训练 身份量的训练 很好的 他怎样将小朋友 婴儿时后六周 怎样帮他训练 体能的训练 之而此类 我觉得 就算你家里 有没有资优的小朋友也好 其实这个好处是 我们是自己可以制造天才 资优的孩子 全都是我们自己的一手做出来 医生 这本书 你介绍我看 我不是看完 前一段 他这个小朋友 十四岁就拿博士学位 他不知是研究弹丁 直接做了权威 他那篇论文是寫弹丁的研究 他很小时候已经喜欢数学 但是后来发觉 不喜欢 正正是读历史 最后发觉没有兴趣 就续续读了 读了 读了 他有几岁 就已经通晓六国语言 六国语言 不过 那十四岁就拿博士学位 又做了教授 不过有一句 他最后发觉 他对这个学术 或是学习 最后没有兴趣 他愿意做一个服务员 这样的算数 是吗 是吗 是呀 是有一句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但是我知道 我看回他自己寫一本书 其实他最后也是大学里面任职 做了一个大学教授 是 我相信 如果你可以说你 谷谷得这么久 希望有一天 什么都不用想 就是 所以这么早送个九岁小鸩仔去 就不会做什么 是不是 他十九岁就放弃了 他会做了 我做麦当劳算 不是 那可以读很多东西 我还没停读 读了十年 你不是几岁被人家 我们迟的 慢慢来 我们是持幽儿童 持幽儿童 我看回他说的东西 他说他的好奇心 对各方面的东西 好奇心 都是我几对 我们的持幽儿童 我们的持幽儿童 不是持幽儿童 我经常说 奇怪 你说 我们的社会 很喜欢 拿这些人版出来 包扬一番 制造神话 就是喜欢这样做 每年都十幽儿童 拿出来 大家用个很常识去看 我们这些社会的成功人士 有多少个是十幽八幽的 就是最厉害的 有个最厉害的学生 有个第一课 陈太太 就是英国文学 最多是这样 就是大学里面 优秀的 那就是尽的 就是我说成功人士 里面有几个 十岁八岁都变成了 到中学考第一 受8个A 那些 有多少 你发现真的没有 是 因为你长大之后 成功去到一个社会 做事 你不是只有你聪明 你还有一个班底 那就是领袖 那就是领袖 你不可以一个人做了 那么多样东西 就是你的社交生活 当时就发生了效用 是的 就是他的才能 就是很早 在一个同期 他就突出了所有人 但是一到后来 他可能就跌回了 在人后面 变成一个很平庸的人 就是意义 就是他挖了 这些人出来 究竟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 我想来想去 究竟做什么鬼 就是你 你不挖他出来 可能他 是顿点 但是迟早可能他 更开心 那个生活 我就不知道 真的 我想来想都不明白 就是你说 那么快做了天才 好了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 小时里面 就是大未必佳 是吧 但是中国人有句话 都很对的 大器晚成 就是你为什么不找些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 还去 有成就的人 就是去做些新的东西 出来 熬羊就好 十几岁 就去熬羊他 不知的 我就觉得他很普通 挺聪明的 相对 他读书很快 但是他平日 是普通的一个学生 是 后来有人告诉他 那个10A 那是吗 但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呢 早一两年见到他 他是很平庸的 就是他本来是TOP 可能考AO 考不了 后来进去大的会计师行 做的 我做人不开心 即他的IQ一定没问题 做那些事情 但是他又不开心 结果后来 现在好像一间普通的机构 做admin 那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有时都会碰到他 不久都会找我 喝茶 聊聊聊天 就是这样 但是我又觉得 那是挺好 他那10A 如果我们用工理的角度 好像浪费了 那么聪明的人 为什么平平融融 现在打工就算了 但是 那又有什么坏呢 也没有坏的 为何一定要他做 结出的人物 其实这些例子很多 是吧 就是很多人 就是小时候 或者某个时段 是很结出 但是最终最终 就是整体来说 最后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成就 其实这个令我们想什么 就是想到我们现在 就是为什么我们社会 我们的学校里面 就是这么强调 这么强调 就是由头到尾 我都说了 就是什么得知体群美 每个人唱就唱这个口号 那大学从来都不是 不是在做这些东西 也都做不到的 大学其实做下去 就是做一个学术的训练 是吧 那这个是真正我们现在的 就是大学里面所做的 就是不是学术的训练 是学术工厂 学术工厂 学术工厂 好了 那就是 那你突然之间 看到这些这样的 所谓结出的 在这方面有特别承受 那当然 就是对他来说 他就以为 这个是他个成功的例子 是吧 那或者你说 某程度上 其实都不关他的事 你这么小 是吧 他受了多少年教育呢 但是 我们在这里 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 其实我们教育 现在所做的事情 是 是 多么失败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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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给你 玩这个游戏 你有见到这些这样的人存在 给你机会去捉这些人去再继续玩这个游戏 或者是 走错了路 那我自己在这方面 很多 几年前都有说过 在全面探讨教育的问题 那我就解释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做呢 不知体群美呢 是唯一一样东西可以 衡量得到 可以 量化的呢 就真是学术那方面 其他人完全量化不了的 那始终在一个 一个所谓叫做官僚 或者一个 一个 的机构里面 那你怎么呢 是不是 你怎么衡量 学校成绩 成就好 做不做都要做的事情 计分 就是被迫 是的 要靠衡量得到 读得几多 分数几多 那你就看到 这种结构之下 我们教育 是慢慢地 变成最后的目的 最后的结果就是这样 虽然 各个办学的人 都是唱这个 得志体群美 但最终是 没有人做得到的 那就是 如果我们了解 这个内在的困难的时候 那 在我们大学 或者学术开明的背景 我们要开始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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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远一点点 嗯 就是我们真的 不需要太过 就是着重 那个 一个 在某一个 学龄 他能够在 学术上 做到些什么 很突出的成就 因为最终最终 你 除了一个 十二年 或者 去大学 四年 六年 比你八年 讀博士学位 其实都是 我们人生里面 一个很短 一个小的 比例上 一个小的 一个小时段 我也听过 有些哲学家 说过 我不记得了名字 他说 我们大学 未到三十岁 根本都不应该 读大学 他知道很多大学 入了之后 大家去派对 派对四年 当然 认识了很多 不同的朋友 也有一种说法 很多的家长 很刻意把 审人送到一些名校 所谓的 IV league 哈佛 耶鲁 或者现在中国的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目的是什么呢 希望 群马一群 将来 社会上有些地位的人 可以说 是一个 为将来的 社会上工作 结纳关系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很多人 会很刻意去做这件事 但最终 最终 我们看到 这些这样的例子 是给我们看到 我们大学 我们用现时的教育制度 其实是很浪费资源 是完全达不到 我们社会的需要 其实我们社会需要什么呢 我们社会是需要 不同的人才 不是只需要一些 当时某一个时段 很乖乖 很听话 读书得好些 在我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通常 读书读得好 就是成绩好的 不是一些最聪明的 不是IQ最高的 通常往往是这些 是一种比较中度的智慧 乖乖的 保守一点的 听话的学生 玩这个学术游戏 整体来说是玩得好些 但我们社会 不只是需要这类 这类的人才 我可以觉得 由这位九岁神童 还有我们看到 我们过去香港 有很多这些 所谓十丘的十分仔 结果最后的 对社会的贡献 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再是一味 将我们的教育资源 是局限在某一个 所谓延灵的人的培训 而我们的培训 是重心 都是丢在学术的培训 其实是解释到 我们地球上 那么多的问题 始终是没有人能够去解决的 我经常觉得 我们地球的问题 之所以解决不到 也是反映我们教育制度的失败 我们没有办法训练到 教育到的人 是能够看得穿 我们人类面对的问题 从而想出解决方法 所以 所以九岁之休儿童 九岁儿童 这件事 应该是给我们 花花花花花花花 反省一下 我们社会 即我们每个人 学习的能力 的进展 不是在延期轻的那段时间出现 是很多人是后期追上的 而我们的教育 整个重心 就是说 你大学不退后 你就拿到你所需的东西 而不鼓励我一生的学习人 我认识有些人 他可以这么说 他成功的 成功的意思就是 他就赚到钱 他一生里面做的工作 令到他社会有地位 和赚到很多钱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 他跟我聊天 当时他刚刚退休 他说 我自从大学毕业之后 我一本书都没看过 最大的问题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是很骄傲地说的 那就好了 有些人是大学都没看过书 所以说 其实我们要看到 我们的真正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是一个多元化的学校 那我们亦都看到 在资与儿童问题处理的方面 其实都有一些这样的说法 就是我们要知道 认同 是每一个人 在学习的时间和进度 是很不同的 那在我们目前的教育 是一个工厂式的 没办法拉下资源的问题 我们不可以个别去教 不是好像卡尔维达的爹地那样聪明 他一生只对着一个小孩教 这个不是大部分做得到 我们社会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要接受到 其实我们的教育 是有这样的局限 这个局限是很难打破的 但是我们知道 既然这个这样的教育 是做不到我们所需要 其实我们应该是全面是改革它的 那我觉得 如果我们想到 只有儿童需要的不同的需要 我们要不断不同的 迎合它不同的需要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 如果将这个概念 是广泛的应用的 就是我们学习的时间 不应该局限我们读大学 或者训练你博士 或者一个专业的之后 那就完的 应该我们整个社会的学习风气 是要伸展我们一个人一生的 在外国是很多时候 我最近看一些资料 是关于退休的 他说你怎样考虑 哪个地方是最好的退休地方 很有趣 其中他们提及 你退休的地方 有没有足够的大学 让你有机会继续去学习 其实这个我们真是差 但当然很可惜 我相信很多人 当时的学习是为自己兴趣 没什么要做 又没死得 有可能十至二十年 脑筋还好 找些地方退一学 就有很多这样的大学 在那区 这是其中他们的一个 考虑条件 但最后我们想到 其实 这整件事反映我们教育制度的不足 真真正正一个有效的教育 应该是鼓励我们一生来到学习的 而学习的环境不是只是在大学的 我经常有句说法 三人行必有我思义 其实因为了解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将我们整个学习的态度 要彻底来到改变 那我们都希望 这样才有一日 我们会达到我们的真真正正 能够培训多些人 能够为这个社会 这个地球 解决我们的问题 好了 说回这件事 最近我们看到报章 也都讲那个 上一次我们都讲那个 教育学院和政府的官司 那最后 现在政府就觉得不行 如果官司是这样的结局 将来政府要做一些 要推行一些政策 就有很多障碍了 于是他现在要再重审 希望推翻他以前的判决 好了 但其实他在讨论什么呢 其实重心就说 所谓叫做 academic freedom 就是学术的自由 那其实 什么叫做学术自由 哪个人的学术自由 我从来都没有好好地 进一步去想想 现在我们经常说来说 学术自由 就是教授的学术自由 你要保障他 他要发挥他的学术方面的追求 那你要给一个很安全的环境 很一个保障的环境 他才可以做这件事 但我想一下 学术自由 为什么从来不包括学生的学术自由呢 为什么我们做学生 要被逼在几时几日 去几时去上什么一堂 教育师之家 你学几样东西 学到几时几时 你要被考试呢 真正学术自由呢 是讲给学生的学术自由 不是给老师的学术自由 那希望呢 大家有机会在这方面反省一下 我们将来呢 我们会开始全面推陈一个呢 我们教育的方面呢 应该是怎样去改革的 好了 那时间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希望呢 下个星期呢 就再和你们大家在网上聊天 希望下大家有兴趣呢 就多点打电话来啦 或者是留言啦 那让我们知道呢 你们对哪方面有特别的关注呢 那我们可以继续谈下去的 OK 多谢大家